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们姑苏兰氏是谁 魏英 当真以为我不会反抗吗 魏英 我并非 并非要带你回去定罪 并非讨厌你 并非认定你为邪魔外道 并非不信任你 但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他就在一片漆黑中睁开了眼 果然是梦 兰望鸡如是想到 关于那人的梦 在十三年间做了无数 无非是冲突多于温情 从第一次梦到魏无限开始 兰望鸡都在每次冲突中 试图告诉那人自己真正的想法 可没有一次成功说出来 无意不是被迫醒来 于是那人似乎真的怨了自己 渐渐不怨出现在梦里了 哪怕一个背影也很少再出现 只有兰望鸡 自己还在咀嚼着 曾经和魏无限一起的回忆 可他们之间经历的实在太少 那些画面在他脑子里 心里每天一遍遍翻出来 从鲜活渐渐褪色 近些年已经越来越浅薄了 连带着记忆中笑的潇洒自艺的少年 也越发身影模糊 旧时的记忆 渐渐蒙上黑白色 可与灰暗不同的是 少年头上曾鲜红的发带 独独成了唯一的一抹亮色 兰望鸡轻轻叹了一口气 翻身起床 却忽然发现 自己每天握在手里入睡的红发带不见了 那是魏无限当年听学时 每天上蹿下跳翻墙爬树时 刮断在藏书阁窗下玉栏树上的 那人当时没当回事 随手扔到了地上 好巧不巧被兰望鸡捡到 本想着寻时间归还 但还未开口 那人已经离开云深不知处 于是兰望鸡鬼使神差地把发带留了下来 细心补好断触后 便一直压在箱子底下 与他今年压在心底的情愫一起落灰 后来怡灵老祖在乱葬岗上身死浑霄 这条发带也成了除了阿怨之外 唯一留给兰望鸡的东西 但也都是自己偷偷留下来的 兰望鸡黯然想到 兰望鸡看了眼被自己翻乱的床 无声地叹了口气 把床铺叠整齐后下意识 去拿搭在隔膳上的外衣 可眼神刚撇到衣服上便陡然睁大 瞬间拿起放在床边的壁尘 警惕地看向屋渍各处 搭在隔膳上的并不是兰望鸡长穿的外衫 而是在他还未及冠之前穿的弟子长服 兰望鸡握紧了壁尘 抬眼仔细看向屋内窗外 一些之前未发现的细节也被放大观察 比如窗外那棵生长走势不同的桃树 比如床榻与窗扇间只有自己才能觉察到的细微区别 这分明是被烧之前的静视 可自己入睡前并没有被施法或有何异象 为何醒来便身处此地 他沉默半上 偶然回头却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身体 竟也是十四五岁的样子 怎会 窗外卯实的钟声已经响起 虽百思不得其解 但兰望鸡心中的警惕其实已消失大半 推开门出了静视 兰望鸡觉得应该先找兄长核实情况 哪怕自己真的是从将来回来的 想来兄长也会理解 又或许曾经的一切都是梦境呢 云深不知处依旧肃静 来来往往的门声一如记忆般熟悉 擦肩而过肩叫出了那声很久没再听过的称呼 兰二公子 他在藏书阁前慢了步伐 最终停不抬头看向藏书阁里 眼神停留在魏无羡以前超过家规的书案上 愣了愣 那个笑得张狂的少年 好像又跃然眼前 仿佛从未在他的记忆中淡过眉眼一般 若此刻是少年时 那么 待兰湛早上好啊 我今天来得早吧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 在藏书阁抄家规了 拜托兰二公子对我好点 今天就别禁言我了呗 魏无羡不知道从哪里跳了出来 笑得眉眼弯弯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却似乎一时没站稳整个人向兰望鸡倒去 看起来倒像是扑了兰望鸡一个满怀 却被那人小心翼翼地揭了起来 啊 不好意思啊 蓝湛 我不是故意的 魏无羡迅速只起身来到了歉 但语气上却没多少歉意 反而尽是小少年的狡黠和笑意 不想兰望鸡 却是浑身如遭雷击般僵直了身体 就连眼睛都畏畏睁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魏无羡 那双琉璃色的眼里充斥着许多情绪 思念有之 惊讶有之 还有许多魏无羡看不懂的情绪 但最多的 还是喜悦 蓝湛你怎么了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你抖什么 蓝 蓝湛 魏无羡没想到 那人好像被吓到了一般开始发起抖来 更没想到 他会回身一把将自己抱住 蓝望鸡不是没想过 会遇到魏无羡 这个想法就出现在推开静世门的一瞬间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 如果是真的 他该怎样来面对魏无羡 可后来又自嘲地打消了念头 毕竟那人连自己的梦都不再愿尽 不论怎样问灵也问不到 可当蓝望鸡真的看见魏无羡 并且那人向他扑过来的时候 还是激动地浑身发抖 之前所有的一切设想 全部抛诸脑后 几乎瞬间紧紧地抱住了魏无羡 就算是梦也别再醒了 蓝望鸡想到 魏无羡忽然被抱住也心到奇怪 这蓝望鸡平时对自己不假辞色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热情 但没想到蓝望鸡臂力其大 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便感觉被抱得喘不上气 缓了好一会才无奈到 蓝湛你怎么突然抱得这么紧 我喘不过气了 闻言蓝望鸡似乎忽然醒悟 立马放开了魏无羡 低声道 抱歉 虽然放开了魏无羡 但蓝望鸡的眼神 还是留在了他身上 眼神一顺不顺 似是在确定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马上就会消失的假象 啊 也没什么大事了 不过蓝湛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热情呀 难道是一夜之间发现了我的好 想跟我做朋友了 魏无羡第一次见到蓝望鸡这样坦诚热情的眼神 煞世间觉得有些脸烧得慌 忙开了个玩笑 岔开话题 就在魏无羡以为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得不到回应的时候 却听到蓝望鸡轻轻地嗡了一声 魏无羡一挑眉 亚然道 蓝湛你答应了 我还以为你又不踩我了呢 那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 那人越说越高兴 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地伸出手勾住了蓝望鸡的肩膀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 那以后我打的山鸡有你一半 我看的春宫也会有你一 可我是说我看的画本也会给你看的 蓝望鸡余光停留在自己肩上搭着的手臂 嘴角不自觉地向上翘了一下 虽然玩耳一瞬即逝 但还是被魏无羡眼间地发现了 他眨了眨眼 惊喜到 蓝湛你笑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呢 我曾经还以为你是天生不会笑呢 板着张脸冷冰冰的 没想到原来你这么想跟我做朋友啊 早说嘛 还有啊蓝湛你笑起来真好看 走吧蓝湛 今天我最后一天抄家规了 明天我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两人就以这么一个单方面勾肩搭背的姿势 进了藏书阁 而魏无羡在进门之前 偷偷从怀里掏出了一本不知什么书 悄悄扔了 虽然动作极轻 但依旧没能瞒过现在全身心都放在他身上的蓝忘机 忽然想起今天是最后一天抄家规 又看了今天被那人带上的随便 蓝忘机自然一起被丢掉的是什么了 自然就是当年被魏无羡换掉的 自己看过的一夜的那本佛经 魏无羡轻车熟路的走到属于自己的书案前 把随便拍在旁边 竟真的开始一字一句认真的抄写 如果忽略他时不时抬头探究的 看向蓝忘机的眼神的话 蓝忘机也拿起一本古书 但实则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藏经格的书蓝忘机十多年前就已经翻阅各遍 早已烂书于心 更何况现在有一个失而复得的魏无羡就在面前 他又如何能静得下心 十三年的思念深情痛苦与追悔莫及 一时之间全部混在脑子里 让蓝忘机根本提不起精神再去做别的事 只想守着他 魏无羡边抄家规也在边好奇 这蓝湛今天究竟怎么了 又是抱我 又是要和我做朋友 又是盯着我 难道他昨天晚上梦到我什么了 不然为什么昨天还不踩我 今天就变了 难不成是忽然发现了我的好 魏无羡被自己逗笑 强撑着不笑出声 自顾自不敢抬头抄着家规 窗外的玉兰树依旧挺拔 与风中的春意一同被唤醒 轻轻地摇曳起来 垂下的阴影不时打到魏无羡脸上 却丝毫没能妨碍到那人 这春天终究是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